我相信新加坡的牛车水是每一个人到新加坡之后都会听到 甚至在你去新加坡之前就已经听过的鼎鼎大名的一个地方了 但它为什么叫牛车水呢 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Chinatown 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唐人街 而之所以起了牛车水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 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没有自来水的 而当地的华人需要用牛车从很远的地方把水运过来 所以用牛车运水这样的情景呢就经常会发生在这个街区 于是这里就被叫做了牛车水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用牛车运水的情景了 但是这里仍然是新加坡华人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们一天的漫游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它和我们的文化是最为接近的 那从这开始我想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pupil车des 백员 悉悉悉悵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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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悵不过的数据 悵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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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ez 请移 comma 沙灘 油车紧